《水浒传》中,武松与林冲谁才是真英雄,看毛主席是如何评价他俩的。 《水浒传》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,电视剧也拍出了多个版本,《水浒传》成功地塑造了梁山一百单八将的英雄形象。 那么你认为林冲和武松谁是真的英雄呢?你知道毛主席是怎样点评他们的吗? 大家好,这里是纵观史书,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。 四大名著在中国社会中几乎是人人必读的书目,而施奈安的《水浒传》更是非常受欢迎,不仅原作小说受欢迎,这些年被拍成的电视剧受众也很广。 有人专门做过一个调查,《水浒传》当中的人物最受观众喜爱的是谁? 其中有两个人是很明显受欢迎程度最高的,一个是赤手空拳就敢打老虎的武松,另一个则是被逼上梁山的典型代表林冲。 他们两个人的生活经历并不完全相同,但是也并不截然不同,林冲一开始选择的态度是隐忍,直到最后忍无可忍,才选择反了朝廷,成为梁山好汉。 而武松一开始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忍,他的大哥被背叛,被杀害,他自然就要拿起武器来捍卫大哥的尊严。 既然行为被社会所不容,那就反了,马上林冲布下武松。 和两句话,把武松和林冲的武艺做了一个比较,可以说是比较贴切的,上马打仗。 那林冲是一等一的强者,步兵出击,那么武松是无人能敌,其实让两个人相提并论的,除了他们的武功之外还有他们的经历。 林冲本是八十万进军教头,自己功夫了德,为人也和善,老婆漂亮,夫妻恩爱,其实林冲没有什么想法,就想着平平淡淡的小日子过下去就挺好。 谁知林娘子太貌美,倒成了他们不幸的开始。 高崖内看上了林娘子,就要千方百计的弄到手,要说这个高崖内也真是脑子进水,那么多未婚的女子看不上,怎么偏偏看上人家有家庭的良家妇女呢? 世道不公平,朋友都被判,林冲一味地忍让,换来的却是家破人亡。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?不管是那一晚,电视剧中林冲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,前半段那叫一个窝囊。 妻子被人调戏了,一看是高崖内,立刻手就放下来了,再去往苍州大牢的路上,两个押送的差人给他用滚烫的热水洗脚,第二天让他疼得没有办法走路。 他屁都不放,到了苍州大牢,还乖乖地送给人家五两银子。 在知道,没有十两银子就要挨杀威棒的时候,遇到了柴进大官人,他也只是皆五两银子,而丝毫没有求柴进救他出去的意思。 其实林冲之所以这么能忍,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信仰,他觉得只要他把这些罪都受了,他犯的错误,朝廷就会一笔勾销,他就还可以回去做他的八十万进军教头,还可以和林娘子过和和美美的小日子。 后来林娘子被人害死了,林冲的美好梦想破灭了,他就不再忍耐了。 林冲上了梁山,还一怒之下杀了王伦,自此林冲开始了活出自我的人生。 林冲杀了王伦之后,拥护朝盖当了梁山的老大哥,朝盖死后,林冲又招呼无用,公孙胜几个人开了一个秘密的小会议,讨论谁能当着梁山的一把手,最后林冲拍板,这这一把手非宋江不可。 其实就是宋江对林冲也是有所忌惮的,要知道林冲是一个武艺高强的人,并且做事还特别能忍, 上山时间又早,朝盖和宋江都是在他的拥护下才成了一把手的,这样一个人物谁不忌惮啊,梁山征战。 林冲可以说说是美战必胜,活卓户三娘,大战户严卓,大败官胜等等,都是林冲的丰功伟绩,有林冲的地方就有惊喜,真是太能打了。 而毛主席恰恰最不喜欢这样的人,在他看来,人一旦走到了自己的业务的警惕, 那就必须要生出反抗的心思,必须要有打破社会枷锁的勇气,因为毛主席自己就是这样,他看到了社会的不公平, 他看到了农民和工人被压迫,被剥削,他就要站出来为这些弱势群体发声。 所以,相比较而言,毛主席对武松的评价就很高了。 毛主席认为,武松从一开始就不缺乏勇气,在面对猛虎的时候, 武松能够直接上去对打,在面对兄长被欺负的情况,武松也能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, 而且他并不是一位蛮干,很多时候他都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。 虽然武松成长在一个没有父母的家庭当中,但是他的兄长给了他最多的关爱和支持, 因此武松的思想是相对成熟,人格也是相对完善的, 在走南闯北的过程当中,武松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武艺和正义的性格,也结交了不少好朋友。 他在江湖当中闯出了一番名堂,便想着回家去找自己的哥哥倾诉一番, 可是这一回家他才发现,原来趁着他不在家的时候, 潘金莲已经伙同西门庆把他的哥哥给杀害了, 武松当场就愤怒地无以复加,发誓要为兄长报仇。 这个时候,王婆却劝他忍一忍,相对武家兄弟没权没事的背景来说, 西门庆这种人是他们得罪不起的,如果做了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, 只怕武松把自己都会牵扯进去,这个道理我宋自己也知道, 但是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,并且忍这个字也不是他的人生原则。 所以,哪怕是违反社会法律,他也要在官府无法为他伸张正义的情况下, 自己出手解决问题。 只是这样一来,武松就把自己给架在了火上烤,社会上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了, 在花河上鲁智身的影响下,武松来到了梁山。 应该说,后期的武松比前期的他更加冷静, 因为他的身上或多或少地沾染了鲁智身身上的佛性, 他开始没有那么冲动,开始关注内心世界和精神境界, 但他也时刻关注着自己的真实声音, 所以,在宋江选择昭安的时候,武松第一时间出来反对。 这是这种性格,这种懂得取舍明确底线的态度, 让毛主席非常欣赏。 相对于武松极恶如仇,敢爱敢恨的人生态度来说, 林冲的钱半生过的就相当憋屈了, 他的俸禄并不高,但是仅仅那么一点的钱也会被别人惦记, 他只想和妻子安安稳稳地过日子, 但是貌美如花的妻子也会被别人惦记。 遇到这些寻常人都不能忍的事情, 林冲还是能忍, 只要他还没有做出不可挽回的事情, 他就觉得一切都还有转环的余地, 可是林冲的忍让换来的却是朝廷鹰犬们的变本加厉。 他们剥夺他的权力,侵吞他的财产, 欺负他的妻子,被逼无奈之下, 林冲踩上了梁山。 所谓的人一时风平浪静, 在乱世面前根本就是无稽之谈, 忍让换来的一定是坏人的得寸进尺。 毛主席有一次和他是侍卫孙勇, 讨论两个人谁是英雄的时候说, 林冲没有大丈夫的英雄气概, 一味委屈求全,不是英雄, 看来毛主席老人家不太喜欢林冲这个人物呀。 不过这个也不难理解, 毛主席以拯救苍生为使命, 毛主席出身中农家庭, 小时候也读过书。 长大了还上了大学, 这样一个人如果不干革命, 一辈子活得可能也不错。 可是他要为中国的未来而战, 他宣战的代价是沉重的, 毛主席家六个劣势, 每一个都是他的手足之亲, 他没有忍, 他自然也不喜欢这么能忍的林冲。 而孙勇说, 武松是一个极恶如仇, 敢作敢当的人, 武松是个真正的英雄, 毛主席这次给孙勇的评价打了90分, 可见还是高度认可的。 毛主席没有给他打100分, 因为武松还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, 孙勇没有说到, 武松从来都不满干。 想想咱们的毛主席, 不也就是这样一个有勇有谋, 凡是认真思考, 然后敢想敢做的人吗? 英雄所见略同, 毛主席喜欢武松也就不奇怪了。 其实我们仔细看看, 林冲和武松这两种不同的人生, 我们会发现他们两个人, 好像正好处在相反的两面, 武松极恶如仇的时候, 正好是林冲隐忍的时候。 但不可否认的是, 林冲对摆在自己面前的诸多问题的处理方式上, 确实没有武松干脆利落, 所以在读者心中, 两人的性格确实有高下之分。